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的孩子对水那么的害怕 对学游泳那么的抗拒呢 大家好 我是Leon 我是OptimenTrain的游泳教练 很多在我们这边学游泳的孩子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那 有一些呢 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就对水 感到非常的兴奋 迫不及待想要跳进水里面 那也有一些呢是 看到水就特别的恐惧 不管家长 或者是教练怎么的去 劝导他们都不肯下水 今天我们会来探讨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 孩子会 抗拒学游泳 为什么他们会怕水 第一 他有可能 是对水还 不够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孩子他们虽然说天天在家里有 洗澡啊 有玩水 可是事实上他们 很大可能是没有经历过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面对到这么大面积的 水面 比如说他们没有去过公寓的游泳池啊 他们没有去过河边啊 瀑布啊 海边啊 等等的地方 那他们现在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游泳池的话 他们是有可能对我们的 泳池感到恐惧 再加上他们对 我们的泳池的深度 也不够了解 所以才会抗拒 学游泳 抗拒去下水 一般上这种情况呢 只要 老师 只要教练 耐心的 去引导 让他 先下水去尝试 让他去适应了这个水温 还有这个水的深度之后 一般上就可以去克服这个问题 再来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 孩子他曾经有 溺过水 或者是 呛过水的经验 相比 前一种状况来说呢 这一种情况会稍微来的棘手一点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解决 只是他会比前一种状况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多的耐心 一般上我们的教练会运用游戏啊 或者是活动啊 去 帮助小孩子 逐渐建立起 对水的信心 让他 忘记了之前对水不好的回忆 不好的体验 之后 慢慢建立起这个信心 那 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去把游泳给学好 学游泳 并不难 难的是要 开始学游泳的那一步 还有 跳进水里 踏进水里的 第一步 很多孩子并没有勇气 去开始 并且坚持 所以我们家长还有教练 必须多给他们进行辅导 进行鼓励 告诉他们 在说不要之前 先尝试开始 也许会得到 不一样的收获 俗话说 漆山漠漆水 很多人认为 水 很危险 那这句话其实在我们看来 只对了一半 事实上 不会游泳 才是危险 在一个不安全的 环境下 比如 湖泊 河流 海边 还有 瀑布 这些地方 去进行你不熟悉的 事情 比如说游泳 或者是玩水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而在我们 Optimate Train 这里 我们让你的孩子 在安全的环境下 我们的泳池里 把不熟悉的事情给学会 我会说